歐發 主席,我請我們內政部補臣部長 請陳部長 我們警政署長 春委員,早 早 阿哥 還有誰 還有那個 網路犯罪什麼人在說 刑事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 來 請劉局長 柏長 是 好 我今天看你 對這個網路 你臉書這個 真有研究 這個 我看今天 我們民進黨 這個黨主席 這個我們蔡主席 整個臉書 被灌爆了 這個內容 我看很精彩 你有沒有稍微去關心一下 還沒有時間 還沒有時間 你都發現一堆了 你還沒有時間 內容 或者說 人數 這一些 其實 我們早就可以預測得到 可是你去做一個比較 你會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從 中國的 他們那邊的 習近平 去 會晤了整個 臉書 這個創始人以後 當初我們就會去想到 可能 中國對臉書 很快就會解禁 臉書的創辦人像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主播客 主 客 要把它調整一下 好嗎 那個後面要打巴士 要講好一下 臉書創辦人 你都不知道 你才會流開 這個 這支新聞 你還在那裡說得 超級 其實我會覺得很怪 中國這樣子的 準備對整個臉書來做一個解禁 這個其實對他國家的形象 會有提升 但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真的會擔憂 你看昨天那個測試而已 我們蔡主席現在幾折了 你知道嗎 教長 現在幾折了 留言 提供一下訊息一下 還沒看 還沒看喔 我早上看已經五萬多折了 很精彩 罵我們罵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被綠蟲 綠蛆 你知道嗎 奇怪 都罵我們 都不會罵你們 這測試以後去罵了 全部都罵蔡英文 就不會罵你朱立倫 那就是怪的 這個不能 不能批評 我如果不可以有意見 本來中國那邊跟 中國國民黨本來就會比較好 但問題這個網路上的攻擊 還包括這些洗版 書長啊 教長啊 你們這個部長連連書創辦人 他就不太像 我對他沒有期待 可是專責打擊犯罪 是你們啊 你以為這些內容就這麼單純的 什麼告訴乃論 非告訴乃論 要不要搞的問題喔 真的是這樣而已喔 補長 你想到太單純了 你這叫做特色人 來 沒人先旁 沒人先去 書長啊 有沒有對策啊 各位委員報告 今天一早 我們刑事警察局 第九大隊 就是網路偵查大隊 已經主動跟這個 競檢辦公室 做聯繫 我們去實地了解一下 這個整個內容 我們再來追查他的路由 還有相關的這個 裡面內容 是不是有牽涉到 毀謗或其他的 這個狀況 我們來做處理 你這個想考慮的層面啊 都太老眼了 真正 中國如果去開放臉書的話 我剛剛提過啦 這個網路真的是沒有國界的 對他的國際形象是提升啊 對我們影響會很大 男生很衰你知道嗎 他說 他那個剛剛來開放啊 現在其實就有了 他用跳板的方式 你現在在內政委員會 所以我現在來罵你成為人 罵你成國恩 你還真以為我IP就在這裡喔 我就跳跳到菲律賓 我就跳到第三國家 欸 那直接到你的臉書裡面去 你還真以為我人在菲律賓喔 你還真以為人我在第三地喔 人搞不好就坐在裡面 那一個桌子裡面了 現在你用手機的也不一定了 有中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你怎麼辦 碰到這種 整個沒有國界的 網路可以成就很多人 可是網路它其實也可以毀滅 甚至於對一個國家的安全 造成很大的一個危害喔 隨便一張截圖 隨便一張截圖 隨便給你拼湊的文字 在剎那之間啊 都會有可能對整個政治也好 或者治安也好 產生重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是我們擔心的地方啊 劉局長 最近我看很多網路 抹黑的 攻擊本黨的 我相信你們也在辦 那看起來就知道非常嚴重的不合理 隨便弄一張截圖 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主張去廢除 新法第227條 都不是打他 我們去廢除這個 針對幼女的保護啊 兒少的保護啊 這民主進步黨的強項啊 可是呢 網路上一張截圖 或者隨便的 一個抹黑的一個文宣啊 這個會對整個選情啊 會有稍微有所波動啊 所以 有丟你們有什麼任何的防範 有沒有能力啊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 我們 我們辦案件啊 還是按照目前的 法律的規定來走 所以剛剛委員講的 我們還是遵循現在 受理 這個公訴跟 告訴奶論 那大部分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這所謂的網路攻擊的部分 美國跟中國 兩位 也在談這個事 就像 也如委員所講 嚴重的話 也會到國家安全的地步 那是重要的 那假如一般 像我們現在 毀謗 這一類 在各國的國情說法 受理上 還是不一樣 那當然會不一樣啊 每一個國家 對言論自由的層次 它 看起來只是言論自由而已 或者說 你那個毀謗罪 公然無路 罰你幾百塊而已 我還提供你一個IP 很多國家根本就不會理你啦 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是早就該未雨綢繆了 中國的解除 解對整個臉書的一個解禁 稍微一個測試而已 五萬多折 到現在就五萬多折 局長 用膝頭想也知道 為什麼不去灌爆朱立倫啊 為什麼不去灌爆馬英九啊 偏偏來灌爆蔡英文 不是跟委員報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現在通保法 三年以下的案子 也沒辦法調通 那所以說啊 所以這是法令的問題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還要再努力 那個 這個部長你聽到沒有 都沒有辦法啦 還要再努力啦 什麼在告數哪一論 非告數哪一論 自己都沒有關係啦 我跟你說 我們沒有能力 我們沒有能力 早就該去談喔 這個早就該談的東西 那不是這樣 有沒有談 都沒有吧 都有在談 都有在談 成效0 有啦 還是有破的 有破 來來來 隨便舉一個給我聽 你怎麼辦 針對這個具體個案就很具體啦 不是 破案不完全是要完全 當然有面臨挑戰 傳統的案件 實體案件 也有沒破的 也有這個挑戰 就我們講最近的 港商 富商這個被綁票案 你那是刑事犯罪啊 你那重大刑事犯罪啊 我跟你說 講到整個臉書 常常有一些截圖 或者不實的訊息 不是 個案啦 我們就在辦 個案當然重要啦 那個社會上矚目的 本來就該去破案 兩岸聯手是好事啊 我是在跟你現在講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中國面對 像這樣的一個 臉書的一個測試 想去解禁 這個對它是一個衝擊 但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算帶紅 帶衰到你知道嗎 它起不完啊 這個它的規範 不像我們這裡 大家使用 網路在使用的人 它有一定的一個節制啊 那怎麼都沒來呢 五萬幾則等一下 五萬多則 你等一下自己去看一下 有更精采的咧 書長啊 書長 你沒有還 現在已經跳到 不是臉書那一題啦 好 你們這裡會知道 你現在做書長就對了 好啊 好啊 你現在要把他幹掉了 寶一有沒有來啊 寶一總隊 寶一總隊 寶一總隊長有 寶一沒有來喔 有有有有 你知道 你們怎麼會這樣 那個部長 你會用那個 智慧型手機嗎 部長你敢買 當然會啦 你都用什麼樣的 我 都有 都有 你拿一下機 我就沒看到你拿手機 等一下 阿你 阿你 有在跟人在LINE嗎 有 阿你有像你們秘書長的那個 JUKE JUKE 我用過一陣子 但是 因為我們 阿不然你都用什麼 我用LINE 你用LINE就對了 阿算你自己有在收啦 有 這很厲害耶 我現在看到 一則報導說 你們寶一總隊 你們LINE的群組 都在LINE 那個愛情動作片喔 你有看到沒有 那有LINE喔 你看 署長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LINE給你看 那個愛情動作片啊 他們發現以後 就馬上刪掉 再傳不出來了 你騙鬼 那會刪掉 那個一定都保存的啦 搞不好都涉及犯罪 這什麼 搞不好都公然散佈的問題啊 這個就是 他們查了之後 他沒有違反 那個新華235條 這個散佈位屑品 的散佈意圖 所以還是用我們 警察講成標準裡面 跟他做 不當使用通訊軟體的規定 跟他審戒 那審戒就對了 所以你看嘛 剛剛我們在看 從你這個保育總隊 你都會LINE 不要說A片啦 人家他講說是愛情動作片 搞不好人家比較 比較 前衛也不一定 現在我看整個臉書喔 他都可以直播 臉書現在都可以直播了 你們LINE就會出臉這個情形啊 何況臉書呢 所以怎麼樣來做一個規範啊 你們的同仁裡面 隨便丟一個愛情動作片 就有辦法趕緊搞得雞飛狗跳 讓你們那個整個隊長就會覺得說 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可是相對的 中國臉書的一個解禁 我反而沒有感受到你們 對這件事情認為說是一個 事態嚴重 蘇丁 其實剛剛委員提到的 都是非常正確 也是事實 其實我們 跟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就網路偵查這一部分 我們都有跟他協商做 做我們 有做聯繫啦 那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跟LINE 跟臉書的這個業者 刑事局的部分 也都有跟他們談啦 你怎麼怎麼談 你怎麼怎麼談 誰要上去留言 什麼人要灌什麼人的臉書 你怎麼跟他談 那我怎麼談 是不是可以在安全機制上面 做一個有效的掌握 將來我們做犯罪偵查的時候 比較能夠 從截圖上面 然後追到他的路由 追到他的IP 剛剛委員講跳板沒有錯 像我們 港商被綁架案 也是跳板 但是 不是 光靠臉書 光靠網 光靠網路 我們還有其他的 這個偵查方法可以來偵破案件 這個小的事情 不是說他 不是說他 我們去鼓勵他 但至少 那麼小的一個個案 都會讓你們 整個保一總隊 的主管會覺得說 感到震怒 那結果 面對 整個中國的一個網軍 全國臉書 近期如果 解禁以後 後面的一個因應 我看我們警政署 到現在 毫無因應對策 所以 書長 這個要加油 每次我都跟你們講要加油 為什麼講你們要加油 就是你們毫無對策 還沒有任何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方案出來說 再來我要怎麼 這個部長 很重要 我告訴你 再來不得策 都去灌爆你們 不一定 現在說罵罵罵 我們台獨 什麼民進黨 沒有倒 台灣不會好 當中我們現在在執政 你知道嗎 罵錯了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無盜 國家不好 現在執政的無盜 國家不好 但再來很快 大家會輪流 部長 這部長 要督促你下面的這個 我們 我們 這個部分 真的要加強 趕快去 看有沒有辦法想出一套辦法 還是應該跟我們講的 就快說 你真的不要把它當成這是小事 我認為這是一件大事 為什麼 中國 到現在 還沒有解禁 他也怕 相對的 我們不怕 我們體質比較健全 可是問題是 受到了他們 那樣那麼多的一個網軍 現在是五萬喔 如果哪一天給你闖進了二十萬 三十萬 哪一天看到現在執政的人 剩下幾個月還不趕快的統一 我沒有整天網軍都來 你怎麼應用 都沒辦法 市長 都沒辦法 太小了 裡面也沒辦法辦 也從來沒有想過去怎麼辦 都沒辦法大方 其實 這個網路安全的問題 我們有成立資通安全辦公室 都沒辦法 他來統籌 一起處理 成立了嗎 早就成立了 所以束手無策 我告訴你 真的束手無策 這個不是我們單方面的問題 這個早就 開放臉書的時候 你們當初就要去想到的問題 那沒有國界 你沒有那麼厲害 你沒有跟人說好事 你也沒辦法辦 他也沒有那個義務 否則 你隨便丟一個 行政警察局說 你有沒有幫我辦一下 沒有跟人家講好 人家幫你的忙 簡直是在辦施案 你知道嗎 好可憐 局長不是這樣 沒有辦法 要快點想報 幫你拿出來 好 謝謝 各位請回